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返回词中 如果我们想返回的不是基本数据类型 而是一个连续空间的话 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那么在之前内容中 我们也提到过 Return中由于我们是源表达式的一个特性 我们没有办法把一个什么 数组变量进行返回 因为我们确实想到任何的方式 你始终感觉 我写A10这种方式 好像不像是什么数组空间 而是一种什么 典型的是A里面的一个什么标签 A标签里面第十个什么ID号的 这里面的值而已 对不对 所以说对于连续空间来说 我们在C元函数中 确实没办法对数组这个空间进行返回 所以只能通过什么 通过那么我们就是数组标签 或者说数组的什么手地址 所以说对于连续空间的返回类型 那看来我们只能通过什么 就是指针 也就是说指针 作为什么空间的什么返回的什么 唯一的什么数据类型 所以说也就是说我们以后看到一个函数 如果别人写的这样一个函数声明 比如说int新 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写法过后 我们的反应就是什么 我们的反应就是说 原来他给我返回了一个什么 带int的一个什么连续空间 连续空间而已 因为如果你不可能返回int 因为返回int就叫int 对不对 没有说int新的 对不对 那肯定是一个什么 那肯定是空间的概念了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这是我们连续空间的第一个问题 当然它的问题还没完 因为我们说还有一个新的问题 既然是地址 既然是地址 那么我们说地址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对吧 一个是指上谁 第二个 指的方式是什么 读的 对不对 当然我们在地址中呢 还讲了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系统 就现在我们操作的东西 可能一般都有一个底层的知识包 就比如说我们的操作系统 对不对 所以说地址呢 它操作中一般还要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是什么 指向的什么 合法性 就是地址这个指向 指向的合法性 什么叫指向合法性呢 在我们函数中呢 这句话又略微显得什么 特别特别的重要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小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程序 那么这个函数呢 我们就构造出一个返回一个恰新的一个函数 我们来看看它的操作符不符合我们要求 首先呢 它在指函数内部呢 先申请了一个buffer空间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呢 用双引号的hello world去初始化了一下buffer 那很显然啊 现在的buffer里头是不是就已经保存了hello world 而且这个buffer在哪呢 根据我们前面所讲内存的分布的话来看 buffer很显然是不是归FUN所管的什么局部变量 对不对 好了 然后我们看return buffer 那很显然是不是就把buffer的手地址传给它了 对不对 传给这个恰新 那我们的主调者也就是调用者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就想办法申请一个什么 一个一模一样的类型 看没有 一模一样的类型 干什么 去用一个地址是不是指的那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那你看我们这时候出什么问题 我们先用p等于上FUN 这是不是就收到了 对不对 收到过后 那么收的是个指针茄儿 那么我们很显然 收完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看看里面到底给我准备了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我们这样说 the p is s 好吧 好 我们看看p 那么什么意思 就是我这个你先不看这个函数内部 我们先看这 这里理解就是 我定一个指针 反正指的乱七八糟不知道谁 然后我们现在被FUN是不是重新触始化一下 相当于p是不是指向了一个FUN给我们返回的一个空间 对不对 好 然后printf一下 我们看看它到底给我们什么空间 是不是 好 按理说应该这个语法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build002.c 当然其实它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的一个什么警告了 你看函数返回了一个地址 什么地址 本地变量的地址 那说到本地变量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buffer很显然是谁 是不是我们这个FUN所管辖的范围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helloword怎么的 我们的helloword实际上在这个局务变量 空间中已经怎么保存了 但是这个函数一旦return过后 这个buffer其实怎么的 其实就被回收掉了 或者消失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p相当于指向了一个什么 是不是已经消失的空间了 你可想而知 对不对 好 但我们看下这个效果吧 Build 好 奇怪的问题出现了 这p意思什么都没有 甚至来说怪的什么 怪的连回车都不打了 也就是说p指向内容 是不是更 反正就是p确实指了一个东西 然后指的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不对 就是里面内容不再是helloword了 所以说对于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到 就是什么 我们函数如果返回的类型中是新的 但新的就是空间类型的话 那么八九不离十这个新 我们一定要先考虑它的什么合法性 也就是说我们在什么 作为函数的什么设计者 就是编程者或程序员设计者 那么必须保证什么呢 函数返回的地址所指向的空间 是什么呢 是合法的 是合法的 那么什么所谓的合法什么呢 几乎百分之百什么 不是什么占空间的 就是不是局部变量的 那么一般来说就没有问题 好 那么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来来举这样一个例子 还是这个例子 我们把它改一下 你看 我们现在别return8分了 我们现在return谁呢 你看我这样转 我现在就是这样吧 我们更简单点 我们这句话都不写了 这句话都不写了 我们直接写returnHello World 大家看行不行 先说这样写的语法有问题没有 因为我们说Hello World的双引号 它本身是个字不算长量 字不算长量它就是个值 对不对 什么值 地址值 对不对 所以说它本身就是地址 地址考地址没问题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看 但是问题还没完 这个Hello World在哪 我们说过双引号在哪里头 是不是在我们的长量区 长量区会不会由于函数的返回而返回 它的消失 它的生命周期 不会的 对不对 好那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在返回这个地址的时候 这个地址的内容变不变 不会因为函数的返回而改变吧 所以P指向内容是不是永远是什么不会改变的空间 对不对 好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个Hello World是不是能打出来 那为什么刚刚我们用那个buffer不行呢 因为buffer我们是不是在这临时定义的 而且是通过等号复制是不是烤进来的 看没有 烤进来的 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例子 反正我们要清楚的理解到 那么一般来说肯定不是局部变量 那什么变量呢 比如说跟函数反那个作用域没关系的变量有哪些 比如说我们的静态数据段 就是我们的那个在全局 在全局中的那个指读变量区 然后数据段区以及我们的堆区都可以 那么这个我们后面来讨论 但现在我们就可以可以这样来理解 函数指针中返回地址 它的一个什么合法性的问题 好这是对于我们的设计者来说 但如果我们是使用者 使用者 就是我现在别人已经有一个酷函数给我了 而且那肯定是酷函数 肯定是别人测试对的 对不对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用 也说他如果我已经看到一个函数 他的声明是这样 还是一样 硬的新FUN 但是他是已经写好的 那我该怎么做 那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只需要怎么的 用定义一个跟这个返回类型一模一样的地址 去干什么 是不是接收他就可以了 还没有 接收他就可以了 好 所以说我们在以后的函数中 如果看到函数返回地址 那么肯定是空间 空间对于我们使用者来说 就是接收 拿个地址接收 那有东西说我是不是该这样 我先申请一个P100 然后好了 这不有空间了吗 对吧 然后我再把这个FUN里的东西 考到这个P里头是不是应该这样 那注意啊 这就没必要了 因为我们FUN既然返回 就是他 那记住啊 是使用者啊 就是已经 你已经那个什么设计好的程序的话 你可以想 可以想象一下啊 假如这是指程序 FUN要再返回这个空间 手地址给你的时候 那这个空间会不会因为这个函数的消失而消失 不会 所以他在内存中 肯定有一块 肯定有他自己的一个合法区域 然后他只是把这个合法区域 是不是告诉给我们什么 给我们这个P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这时候又申请一个P100 大家看啊 是不是我上乘函数又多了一块空间 然后你再把这个空间再逐一逐一的考过来 大家可想而知 这个这个当然不是没有 有没有错 没有错啊 但是是不是我们现在多了一份啊 多了一份一模一样的空间 这样代码的荣誉度是不是变高了 对吧 那么程序的那个内存的荣誉度变高 这肯定不太符合于我们的要求啊 所以说对于我们使用者来说 非常简单就是什么 你返回什么空间类型 我就定一个一模一样的空间类型 干啥 收就可以了啊 所以这种写法是什么 是不行的啊 好 那对于我们函数的返回连续空间呢 我们先有个大概的认识 就可以了啊 就是对于怎么用啊 然后如果我们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它的什么 合法性的问题 啊 好